婚礼时间,巴黎莎士比亚书店 这个书店坐落在塞纳河边,与巴黎圣母院隔阂相望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书店,它是文人艺术家的一个精神家园 许多朋友可能从它面前经过,但没有进来看过 里面其实不大,但是书籍多的从地板堆到天花板 随处是可以坐着躺着看书的角落 还有钢琴,书桌,温暖的灯光,咖啡的香气 只要进来,喧嚣的世界仿佛只在门外 你可以静静看上一整天的书 最早的莎士比亚书店是1919年创办的 主要经营英文书刊杂志 海明威等人都是常客,但在二战时被查封 现在的书店不在原来的地方 而是美国人乔治·惠特曼 取得原来书店主人的许可,沿用了莎士比亚书店这个名字 有点把精神家园传承下去的感觉 目前的主人是乔治·惠特曼的女儿 继续让知识给人力量 如果您想预约讲解,我的警戒里有联系方法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,请您点赞和订阅 谢谢,婚礼时间,法国巴黎